狮子座,狮子座的性格一向以高冷著称,他们平时过于冷漠,不管是谁,都爱理不理的态度,就好像别人欠他们几百八似的,他们看不起很多人与世,尤其是不如自己的,更是看不起,他们觉得一些愚蠢的人类,更是不应该给这个世界添堵。 狮子座的高冷,就表现在他们根本不会跟配不上自己的人一起玩,他们的朋友在他们心目中都分了三六九的,不同的朋友狮子座的语气和面部表情,也都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,倒头来却分到扬镳了,水瓶座,水瓶座的人,内心里住着一个喜怒无常的魔鬼,心情好时,可以善良到极点,大冷漠起来,仿佛能让世界结冰,对待任何人都可以极度残忍,水瓶座的人天生就自信。 霸道,有种为我独尊的强势,水瓶座的人看上去,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,事实上,他们内心也有自己建议的东西,不过由于生性多疑,你改不已,不容易与其他人交心,水瓶座的心里在想什么? 别人猜不出,他们自己也不乐意去说,暴施圣密是他们的习惯,不是刻意低调,而是刻意隐藏一颗热情的心,水瓶座只是想活得和别人不一样而已,没有太多的心思,习惯孤独就像一扇紧闭的窗户。 天秤座,天秤座的人天生被人捧在手心,从小到大就是被人夸奖,所以他们优越感极强,从来都不会甘居人厚。 凡事征求第一,个性高傲,天秤座的狂傲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,他们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,看人都从来不用正眼,而是斜着眼看别人。 别人在说话的时候,正常都应该是礼貌性的认真倾听,十分喜欢批评别人,常常是自己看不过什么就喜欢说出来,让对方改,自己却没有反思自己,很多时候没有考虑立场和处境,也不管别人干不尴尬,给人造成很大的压力,总感觉自己就是最正确的,让人真心反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